如果你覺得蘇巴路的性能車 搭CVT變速箱沒什麼搞頭的話 那我覺得你一定沒開過WRX 大家好我是Kevin 今天為大家試駕的是WRX Wagon 你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之前WRX應該都剩下四門的嘛 對不對 那LeVogue到哪去了 我告訴大家 這台其實在日本還是叫LeVogue 不過它叫做LeVogue STI Sport R 哇好長的名字 所以它的海外版呢 就乾脆叫做大家比較熟悉的WRX這個名字 那當然它有四門的版本 那五門的版本 不是應該說旅行車版本 當然就叫做WRX Wagon 從外型來看 其實從上一代的家族風貌 就已經定型我覺得這還蠻好看的 就是C型的日行燈 六角型的水箱罩 中間的標旁邊有鍍鉻 現在很多車廠的標都是 平標化放大化對不對 為什麼它還是保持速箱路的立體Logo呢 原因它的ADES 大家應該很清楚吧 它是EyeSight 而且它的EyeSight已經進入了4.0版本 所以你看它前檔下面的兩個攝影頭 現在分的越來越開 所以它能夠造成的立體效果是非常好的 這個我們稍後再解釋 然後WRX最明顯最明顯 當然是引擎蓋上面的進氣口 這個是當年 我那個Impressor GT就開始有的風格 我當年也是GF8的車主 一代的 應該算1.5代吧 的Impressor GT 在台灣那時候 玩車的人可是人手一台啊 是不是 所以今天能夠再試到這台車 對我來講我真的是特別有感觸 那從車側方面呢 首先輪胎是22545R18吋 雙色切削鋁圈還蠻好看的 然後這是Wagon的車型 所以它其實車側的部分還蠻俐落的 你會看到它的車頂 並沒有很快速的往下斜 所以預料它的車內空間是不錯 那我們看車尾的部分呢 SUVARU 這個SAWD Symmetrical對稱性的AWD 四分驅動 然後EyeSight特別做一個標很明顯 然後右邊就寫了它的車名 WRX TS 而且S還是STI的顏色 我們如果仔細看它的排氣管 也有STI的logo刻在排氣管的側邊 這個真的是STI製品 你不用改 不過它不會很吵 基本上沒什麼聲音 因為現在的環保法規越來越嚴格 它的尾燈跟這個車頭的日行燈一樣 是走C型的 然後因為這個是黑色 這個車子黑色 所以你可能看不出來 因為它其實中間這裡有一條 黑色的鏡面飾條 來做左右很快 這個車尾門也是有體感的 不過它跟其他大部分廠牌的做法都不一樣 它是好只要你的身體接近它 然後你聽到它B的時候 你就移開 那它就自動開門了 後面的這個行李箱的空間是非常方正 而且Wagon它的空間就是好用 那左右都有這個可以讓座椅傾倒的按鈕 這是電子控制 所以按下去它立刻的倒了 而且好處就是它的座椅傾倒之後 非常的平整 你要放什麼東西 我就覺得非常的不錯 所以整體來講 你需要Wagon的方便性 那這台車我覺得是非常實用 那要關尾門的時候 在這裡有兩個按鈕 右邊的這個按鈕 就是按下去直接關尾門 這很正常 在左邊這個是一個鎖的樣子 你按下去之後 你會聽到車子上鎖了 然後它的尾門關起來 當然也是鎖定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這個相當的方便 好我們現在上車 來發動一下引擎 今天天氣也是相當的好 這個內裝重點 STI的LOGO YES 好感動啊 以前我們的車買的都是 直接去把LOGO改成這種粉紅色 然後到處STI貼紙 自己到處貼 原廠的STI 原廠的STI 頭枕上面也有 真好 然後我們看到這整個介面 已經是新世代的 直列的11.6吋大螢幕 在功能上面我覺得 都很方便 然後在操作起來也算流暢 底下有Home鍵 然後有車子的快速按鈕 設定按鈕 這個是中間的主要的部分 底下就是顯示空調 上面是可以讓你選擇你要顯示什麼 你可以顯示地圖的資訊 音樂資訊 或者油溫水溫加速度 讚了吧 以前我們的車頭還要在上面裝三環表 這上面通通都有 然後在排檔座 它就沒有什麼駕駛模式按鈕 因為它放到了方向盤的右下角 不但有駕駛模式 你可以循環跟動 而且還有一個星星 這個星星就是自定義模式 你按MODE的話 你會在舒適一般Sport Sport Plus加上自訂 這之間循環選擇 或者說你只要按了一下之後 它就會出現這個模式選擇 你也可以直接在這邊選 而且你在自訂的這一部分 你就可以自己選 你在自定義的時候 你要動力要什麼 譬如說我動力可以選到S-Sharp 但是我的轉向我要舒適就好 懸吊我也舒適就好 AWD它也有一個 一般或是Sport的懸吊 這是四輪驅動的系統 但是在這台車上面 它是純粹 四輪驅動是為了發揮你的性能的 所以它會在你的前後的扭率分配上面 做一些調整 它一般來講是前四輸 後五輸 是略為後驅 所以可以估計 應該是可以改善一些推頭吧 或是什麼的 另外其實在懸吊系統的部分 這台車是有電子避震器的 而且是ZF做的 你會覺得ZF不是都只做變速箱嗎 不是 變速箱的部分 ZF做不到蘇巴如的生意 因為它有一個代號TR690的CVT變速箱 是非常性能模式的 等一下我們試車的時候再好好的體會給大家看 方向盤上面右邊就是iSight的駕駛模式 當你右上角這個按鈕啟動之後 其他的就螢幕了然 有距離的 方向盤的 方向盤的控制 還有車速等等 前面的儀表 左右雙環是一個標準的類比儀表 就是標準儀表 那中間是一個小小顯示幕 這種螢幕看起來還是比較直覺 哎呀 我突然發現右邊的時速表 上面也有一個STI的LOGO 熱血滿滿 然後在你的正前方 它有7個LED燈號在你的正前方 它是可以隨著需要來提醒你駕駛人 那個燈號你看就知道 黃燈在警告你 紅燈你要小心等等 所以它等於是一個針對駕駛的 一個警告的系統 說到針對駕駛 它其實有一個紅外線在偵測我 它會認出我是誰 然後它會記憶我的座椅等等 這些設定 這個我們之前在Outback的時候 就有感受過這個功能 而且它現在可以輸入中文名字 有注音輸入法 所以你可以把名字打上去 我覺得這也是滿不錯的 然後你在前面的這裡 有兩個Type-A的USB 然後還有一個AUX的插口 這個時代誰用隨身聽 外接音源進去的 不多對不對 但是我告訴你還有更驚喜的 就是這個 單片CD換面機 發燒友們記得這一片嗎 這個卡拉洋 這個指揮家 指揮的柴可夫斯基 標籤往前 然後換面機就放進去 那這個空間你就會想說 哎呀你有的CD換面箱 這就沒空間了嘛 對啊 這是給你放CD用的剛好 你隨時可以挑個 大概放個五六片吧 當你還是發燒友的時候 就拿正常的 現在還是可以放對不對 這一點讓我相當的感動 我們來到後座 我剛開門才發現 它這個門裡面的 這個置物置杯架的位置 它裡面是有絨毛的 很講究喔 我喜歡 然後坐後座的這個椅面 跟前座一樣 這種抓地力好的布面 而且有通風打孔 然後後座 蠻斜的喔 但是呢我發現 它在這個側邊 就是旁邊這個側邊 有一個小把手 一拉的時候 還可以再倒 你看可以 可以躺那麼斜耶 所以它椅面 可以有兩段調整 比較正常一點是這樣 那躺超斜 哇這幾度啊 這30好多度了 哇這個睡覺真舒服啊 所以我說這個是一個 好爸爸家庭房車 沒錯吧 有這麼好睡的後座 那頭部空間 因為這個車子 它並沒有後面 很快的斜下去 所以頭部空間是不錯的喔 後面也有兩個Type-A的電源孔 整體來講 這個空間OK 而且我覺得質感也OK 然後座椅的設計 可以這麼躺 我覺得這三項 都是這台WRX Wagon 對於家人 非常好的設計 好啦既然是性能車 我們當然選了一段山路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方向盤單邊 一圈又90度 多一點點 還可以啦 雖然它並沒有做到那種1比1這樣子 因為畢竟這個車子 雖然是性能車 但我覺得它還是滿適合家庭的 所以原則上呢 你舒舒服服的開也可以 那既然要挑戰山路 我們當然是要走上坡路 今天本來想要去跑舊梳花 但是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那個高速公路超塞啊 全世界都往梳花去了是不是 好奇怪 所以我們就改走山路 來我們切換一下MODE 直接進入Sport Plus好了 Sport Plus模式 就是所有東西都變硬 好明顯 這個懸吊 我必須說這個懸吊它 在一般和舒適模式的時候 還真的是相當舒服喔 那我們到了這個Sport模式 以及Sport Plus模式的話 你就可以明顯感覺到 它的阻尼變硬了 阻尼變強了 因為這台車是有電子懸吊的 雖然不用跟你強調說 我有幾段幾段 但是它這個是非常明確的 然後在動力上面 因為這是渦輪嘛 這個車子是用2.4的 新世代的水平對後這顆引擎 就是BRZ那顆NA加渦輪好不好 它的紅線轉速 限制在大概6100轉就要進紅線 我覺得很保守啦 因為你知道日本車 他們在國內的自主限定 還是280匹馬力 那當然你可以說 你2.4的波輪你要調多少就多少嘛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以2.4來講它只調到275匹馬力 然後扭力是350牛頓米 大概就是35.7公斤米 坦白講還是非常棒啦對不對 尤其是上坡的時候你看我這樣子開 我現在雖然是在Sport Plus 你會發現它這個CVT 完全不是你想像的那種 因為這台車它是渦輪的性能車 所以它的CVT不管你在什麼模式 它都幫你模擬了檔位 你要踩下去它也會KIT DOWN 哇 然後你會覺得它就跟一般的 有檔位的車子這樣 嗯嗯嗯嗯 所以我就說 你如果覺得WRX這樣子的性能車 配CVT很怪嘛 就這樣子怎麼發揮出性能嘛 那你真的是沒開過這部車 你才會下那種判斷 那我覺得它的這個自排模式 也算是聰明啦 但是呢我們竟然跑三路 當然要來手排模式 而且注意看啦 我現在是在Sport Plus 它的動力裝置是在S-Sharp 就是兩個夾 S頸啦好不好 這個時候呢就可以進入 我用方盤後面換檔撥片來控制了 哇 哇 拉到斷油 你看S-Sharp博士是允許你拉到 超過6000轉斷油了 我再試一次給你看 有沒有 哇 過癮喔 而且 你看我這樣子一直拉到斷油 我發現它的引擎的 這個轉速拉到高轉的時候 它完全是覺得涼誰要涼誰 它完全沒有掙扎的那種感覺 它動力就是一直在那邊 然後我發現 它這是 它不會推頭耶 這怎麼可能啊 喔 真的我嘴巴喝不攏了 你看喔 上坡過彎 前輪抓地力是不是要減少 因為它重心往後 但是呢 它竟然 你指哪裡它就往哪裡走 不會因為上坡轉彎 然後你就前輪失去抓地力 然後就會一直推頭 所以 這個真的是 開起來真的是非常舒服 你不管是怎麼做到的 因為你知道它在那個 AWD的設定上面有沒有 也是有SPORT AWD SPORT 對不對 所以在這一部分 它的那個前後的扭力調配 我覺得相當的夠用喔 它是非常非常順暢的一個 然後在懸吊上面 這個還是一貫的SUBARU 低重心 然後懸吊很服貼 我覺得 這種懂越野車的 它的思維絕對不是那種 非常平整的賽道 的那種思維 所以它要長行程 然後柔軟 可以吸住 可以抓地的這種Rally設定 了解了吧 所以為什麼WRX 這個懸吊呢 它是電子懸吊 但是它在舒服的時候 非常的舒服 它在最硬的這個SPORT PLUS的時候 它也不會頂翹翹 不會硬邦邦的 它仍然相當的有韌性 然後呢 因為它重心低 所以你感覺它的側傾不嚴重 聊了吧 好 這個激烈的山路跑過了 相當的過癮 我覺得這個車子真的是 一代比一代更強 然後呢 我們現在要先回公司了 然後我們剛剛用了這個快捷鍵 有沒有 剛剛設的一個 直接按一下用原廠的導航 直接設回 往公司的路線 這個系統也滿有趣的 好我們接下來呢 上一下高速公路回去 然後來體驗一下它的 EyeSight EyeSight 4.0其實我們也試過 不過為什麼還要再體驗一下 因為最近很火熱的一些話題 譬如說這個特斯拉 對不對 它不是把這個A-DOS 它的整個系統全部轉為視覺的 就是全部都靠鏡頭 那我說全部靠鏡頭來做這個A-DOS 其實蘇巴路還比較早對不對 那EyeSight的系統 它就跟人的兩個眼睛是一樣了 它為了精確度越來越高 它現在越坐越寬 非常好 只要它兩個鏡頭 一進入電腦計算一下 立刻知道它跟你的距離 所以EyeSight 你看我們在啟用上面 非常簡單 方向盤旁邊啟動一下 然後我就設定這個速限了 然後一切就讓它走 而且它現在是全速域的 不管是車道至中或是車速 它都做得非常的完美 就是甚至於在這個駕駛模式 不同的情況之下 它也會有這種不同強度的跟車 就是說你跟車速的 跟車的快慢 它跟著你的駕駛模式 也可以綁定 甚至可以自定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部分 真的是相當不錯 所以EyeSight 4.0 我覺得你純粹用視覺計算 那我覺得這一套 SUBARU的這個觀念 工程師顯然 他們很早就有這樣子的想法 我覺得這個 如果你要存視覺 那個馬斯克 你學一下SUBARU好不好 最好是兩個視覺來當主要的 這樣你不是判斷距離 就容易多了嗎 對不對 然後速發工程師早就想過了 對不對 早就想到 早就應該你要類人類的想法 要模擬人類的行為 你本來就應該兩只眼睛 所以我覺得EyeSight非常不錯 好坐車尾時間 這次呢 不用真正坐在後行李箱了 我們今天這樣試了一天 我覺得真的是蠻開心的 每次試到這種性能車 就是可以爽跑山路 這種感覺真好 它的價格呢 177萬 很多人會覺得說 怎麼比上一代貴 其實其中一個原因 也是因為它現在排行量是2.4 但是我覺得其實賣多少錢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部車是不是合你的需求 是不是同你的喜好 這部車它保持了這麼多的原始元素 就是說從我們一代GT的車主來看這部車 雖然這台車長大了 它的尺寸已經長到了 車長4755mm 哇已經是中大房車的尺碼了 軸距也到了2670mm 但是這個說大也還不會太大 所以它在山道上面的操控什麼的 我認為都還是非常的沒問題 然後但是有很多的細節 包括座椅的乘坐的感覺 包括你的車門扶手 還有車門的那一條線 車門縫跟前面接軌的那些線條 都是一脈相承 我覺得這個相當的酷 這已經是第五代了 而且在這一代上面 身上你會看到是全面性的進化 像我們以前哪有什麼AIDUS 對不對 哪有什麼電控的 還有避震器電子懸吊 還有什麼東西我們以前都很原始 還是武術手拍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找它的競爭對手的話 像Golf R的Variant 當然那一台是更貴 到214萬吧 它是2.0的Turbo 可以到320匹 EA888調到緊繃 對不對 再來就是像Skoda的Octavia RS 不過它是有前驅 RS的KOMBI它159.9萬 其實只有160萬的 比這台車也差沒有多少錢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能比較 大概就這些車 那當然你前驅你還有一台 大家都熟悉的Focus ST Wagon 它也是156.9萬 也是差不多 它用的是2.3Turbo 所以它的動力有到280匹 所以以整個動力來講 我覺得這台WRX 你如果真的很多細節要去比的話 你只要比一件事情 你是不是水平對握 是不是對稱的四輪驅動 說實在為什麼 SUBARU就這套系統 它就可以吃這麼多年 是因為它真的是太獨特 我相信也很多喜歡SUBARU的人 就是喜歡它這個獨特的系統 因為我講過你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所有都對稱 而且重心低 你就沒有什麼傳動軸 一邊長一邊短的問題 然後基本上我覺得機械結構上 它就是一個美 所以任何坐過或是開過這個車的人 都會覺得這部車真的是 又好開又快 然後這一次讓我覺得更厲害的就是 它現在幾乎沒什麼推頭的感覺 然後排氣量先天也變大了 所以它在出彎之後 特別是那種上坡又是髮夾彎的那種彎 我們台灣太多這種彎道了 你不會掉動力 就是那力量是啪一直上去 然後就是即使你在彎內減速了 然後出彎要繼續在加力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它動力掉下來 然後再一個更酷的是 你在SPLUS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手動換檔的情況之下 竟然可以拉到斷油 哇 你可以想像一種程度 如果你真的是越野高手 當然台灣不容易找到一些場地 你可以在一路斷油的情況下 做一個非常漂亮的甩尾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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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想到就很熱血 所以基礎上這個第五代 都已經把這個動力排氣量給拉起來了 原廠只要6.1秒 所以我覺得不錯 然後再加上這個iSight 4.0 它的車道維持 車道偏域輔助 自動轉向輔助系統 因為我強調它是視覺化的 所以它很容易辨識到路上的行人 或者說你在過十字路口的時候 你只要有任何風吹草動 它其實是看得很清楚 而且知道你跟行人的相對關係的 所以這個是視覺 又用兩個眼睛先天的優勢 所以你看先天優勢 連這個ADUS系統 它都懂得用兩個眼睛 而且這個眼睛進化 它兩個眼睛越來越開 所以對距離的敏感度是高的 所以你如果覺得說 你就是純粹喜歡性能 喜歡WRX 當然它的四門款也是非常棒的 那這部Wagon當然就很適合家庭 你是一個好爸爸也好 你是性能玩家也好 我覺得這部份它都可以滿足你 這個價錢我認為不貴 因為你如果再上去 要去比較雙B呢 有點這種性能感覺的 兩倍價格以上 所以你說喜不喜歡樹霸路 有的人很喜歡 但是這個不是叫做信仰 是對於一個工程師 他們設計出來非常傑出的作品 我表達欣賞 好啦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我是Kevin 喜歡性能的朋友 你就可以推薦他看我們這部影片 好不好 下一位再見囉 掰掰